给马来人做这个管理成呗 他们逛祈祷 一天都祈祷五次了 哪有心思去管理 所以你看这管理很差 体制很差 导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些选手 全部没落了 都是这些言论 让这位原本默默无名的 前羽球后背对球员黄广帝 好呀 由于影片内容涉及到种族宗教议题 并且被点名管理不善 只会祈祷 大马鱼总今天出来 谴责证明9年前已经离开大马鱼总 目前屡居中国发展的黄广帝 并呼吁中国羽毛球协会对付他 不该聘用这样的种族主义者当教练 同时我国倾体部长杨巧双 也抨击黄广义的种族言论 不能代表大马人的立场 之后两名前宇宙国手 就像约好了一样 转发部长贴文 陈文宏提醒想要红 也不能批评别人的宗教 李宗伟则把它形容成坏苹果 无需多加理会 事情严重烧开后 当世人表示自己是爱之深所知妾 然后为偏激言论道歉 为了表达歉意 他也不忘送奖品给网友 在这里我要跟马来西亚的马来球友 深深的道歉 明白吗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前20名马来西亚IP的球友 你们只需要评论 我们是一家人 送给你们我们的这个白虎的球拍 网络上大家还是要谨慎发言 否则造成的伤害 要送100个200个球拍 也就不回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